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蔡培化 决阵四项公投 温度是越来越高了 民进党今天主战场在台中 举办了四场的公投说明会 分别是四位台中的立委来举行 那么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行政院长苏登上是分进合集 另外一边的国民党是党主席朱立伦 他一早就飞往了马祖 要进行公投的接讲 战况可以说是相当激烈 那么朱立伦喊出的是四个都同意 不过他们党内的宜兰县长林姿妙 是开出了第一枪表态反对 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 其实态度也是相当的保留 自家人接连开枪 那么朱立伦现在说 他们国民党只有反萊猪 还有公投绑大选的这两案 才是他们推的案子 这是为公投可能的失败 先找台阶下吗 那么是不是也证实了 国民党的四个都同意 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的发展 而只是为了政治的恶斗呢 等等我们一起来分析 1218四项公投之后 其实紧接着 就是1月9号的台中二选区立委补选 民进党已经确定征召前立委林静怡 那么林静怡也已经成立后援会 而且积极在争取地方的支持 可以说站立满点 不过反观国民党这边 到底谁要来选 是不是难产了呢 那么传闻 有可能要选的这个严宽恒 他的脸书粉丝页 昨天刚好又事隔13天 PO出了一个地方的服务案 这是告诉大家说 他要付出了吗 说我已经在暖身了吗 那么既然没有别的人选 朱立伦又为何不公布呢 是因为条件还没有巧好 还是有其他不能说的秘密呢 另外中国国台办公开的点名 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 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们三个人是台独顽固分子 所以禁止这三个人 还有家属入境中国港澳 那么吴钊燮在推特回响说 我收到了无数的恭贺 中国的恐吓威胁牌 对台湾人是不是早就已经失效了 等等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呢 先问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从我右手边开始 第一位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郑元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金融市议员同志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立委刘世芳服务处执行长黄真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王杰明 大家午安 好另外呢 现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召开记者会 我们先来关心疫情的最新状况 病例 两个境外移入跟零死亡个案 那今天的两个 新增两例境外移入的个案中 那案16548是30多岁的本国籍女性 今年7月曾于美国确诊 那8月17日搭机前3日内检验陰性报告 自美国入境 那入境及检验期满前 裁检均为阴性 那10月5号应出境需求自备裁检 于今日确诊 那个案在台期间无症状 以匡列救助者一人 列自我健康管理监测 那案16549是十多岁 印尼籍男性 11月4日搭机 持搭机前3日内检验陰性报告 自印尼入境 那于机场裁检后 致防疫旅馆居家检疫 近日确诊 那个案在台期间病无症状 以匡列接触者30人 其中29人列居家隔离 1人列自我健康监测 另外大家昨天关心的有 的这个本土个案案16547 那这个案我们经评估就是 个案无症状且他一采PCR 阳性息值是40 那他当次的检体 经本署的亏洋实验室复验为阴性 后后续二采跟三采的检体 我们的实验室检验结果都是PCR阴性 那他的7名的加护救者 所裁检的PCR也都是阴性 因为他们的N蛋白的抗体也都是阴性 且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就决定将 按这个16547 视为排除感染 那将之消耗 所以所有的接触者就可即刻 解除居家隔离 那也会 将这个案移除统计 那另外我们也针对 昨天说明的就是在BNT跟AD的部分 可以到这个 若没有在预约平台 有预约 那但是有接种需求的民众 那不管AD或BNT的第一剂第二剂有 目前都开放 让这个地方政府指定的合约医疗验所 或会证所 那来提供接种 不过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BNT的部分 就是第一剂可接种年龄必须要满12岁以上 那AD是满18岁以上 那BNT 的第一剂 第二剂的间隔 至少4周以上 那BNT的 不过他第二剂 BNT的这个 资格目前还是仅包括18岁以上 那AD的部分我们原来是限制 就是在预约平台 限制在10周以上 那目前我们是 可以降到 让民众自行到医疗院所预约 那只要满8周以上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就 请民众这个参考 那有 可以 如果符合资格的话 可以 下这个各地的这个医疗院所来 接种 那再来就是 我们今天下午 下午的时候 我们有AD疫苗约59.4万剂 应该是晚上会抵达桃圆的国际机场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 跟AD公司签署1000万剂的疫苗供应 合约 那其实目前总计 预约712万剂到过 这批疫苗的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30号 那 另外昨天接种了 22万1326剂 那所以我们的接种人口含开率第一剂是 74.42% 第二剂是36.89% 那继续人口比是111.31 好 那今天我们先报告 是这样 台市 长官好 台市提问 想问一下说 那现在是等于 这个BNT跟AZ都可以像高端一样 就是等于是 像是随到随打的概念吗 那之后还会列在平台 里面吗 然后想问一下说 因为有医师建议说 那之后的 这个议某预约 其实可以不用再用到中央的 这个平台可以比照流感疫苗 就是像除了医院之外 可能诊所也可以直接接受 预约 然后随约随打才能提高施打率 那我们 怎么看 还是说我们第二剂是达到几成之后 才会考虑这样做呢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想请到是说 因为现在疫苗 也是陆续到货 不过因为打气就是没有明显的 提升 那会不会担心说可能之后会有 疫苗到期报废的情况呢 谢谢 目前就是我们试着就是除了预约平台 的这个措施让民众预约之外 那也另外开放就是让民众可以到这个 各地的这个医疗院所去接种 那各个县市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比如说有些县市他们可能也已经在捷运站 这边也有设站 那我们都非常鼓励 这样的一些做法 让民众就是 甚至可以不用预约 就直接去接种 那 所以在 目前就是我们有看到AZ跟DNT 因为他其实都已经开了所有的年龄层了 那再来 下一集可能会有莫德纳的部分 那这莫德纳的部分 可能又是不一样的状态 那这个这个所以有关是不是不列在其人 因为像那个第二季 BNT的第二季 事实上也是 我们还是会 AZ的第二季跟BNT的第二季我们都还是会 会以在平台为主 那莫德纳尤其是第四期会莫德纳 这一块目前应该还是不会说从平台 这边移除 那 所以 未来我们当然还会再持续的观察 那针对 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部分 我们会再持续的一个做 我刚刚还没有什么 我没有达到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像流感疫苗这样子 就是比较流感疫苗的方式 让诊所也能直接就是接受预约 应该是说流感疫苗他其实 也是只有第一个月他会打的比较好 可能第一个月就打三四百万剂 那跟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打五六百万剂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但是流感疫苗在第二个月就会掉下来 所以他其实有不同的 没有说流感疫苗一定会最好 他那个模式就是第一个月一定 一定不会有问题 那在其他个月他事实上也需要有人去鼓吹 甚至到 12月的时候 有时候也不一定会有人 会去打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 这只是不同的模式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目前其实也都在 都在尝试 今天是由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庄仁祥来召开记者会 那么稍早也公布了最新的疫情动态 而今天本土病例是零 在昨天跟前天其实都是有一例的本土病例 不过今天加零回来了 这是今天值得恭喜的好消息 那么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时事议题是 距离11218的公投投票只剩下六周的时间了 蓝绿各自的出招要把握每个周末假日来宣传 那么今天民进党主战场是在台中 有四位台中立委分别举办了地方场的说明会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是开拔刀拔组 不过呢对于公投的态度 国民党内是出现了歧见 连自家人都造反了吗 先来看HBCR 来到濱江市场沿街发文宣 宣传国民党力推的反萊猪公投 蓝营立委蒋万安想争取民众支持 但正好堵住市场出入口 也被买菜的民众抱怨是扰民 不过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黄玉军 今夜坦言反萊猪可能影响台美经贸 引起外界议论 蓝营内部对于萊猪是不是不同调呢 我们其实立场非常的清楚 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对于实案的公投 我们呼吁民众站出来投下同意票 反家说党内有共投目标 但对于公投蓝营的矛盾 却越来越多 宇兰市长林姿妙就对核四公投 开除第一枪 表态反对 没有安全的话就没有伤短 整个人关四十五万人的安算 我们就对于这个不是我们是反对合适的 就看法好像跟党中央不太一样 我们国民党提出来的公投案是两个案 一个就是反萊猪 一个是公投榜大选 这个是我们党的基本立场 这个是我们全党一致 大家共同在推动的 另外两个案是民间团体推动的 我们表示尊重 面对自家人唱反调 主席朱立伦只回应 重启核四不是党的提案 至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指出 没有答应出席任何公投活动 自己不是韩维拉 难道是在跟党划清界限吗 朱立伦也赶紧澄清 韩市长人在国外吧 所以你们不必去揣测韩市长 韩市长人在国外 等他回来再说 一定会见面的 迎战一二一八公投 朱立伦启程飞往马祖金门 进行宣讲拉票 但党内共事似乎还难以凝聚 国民党籍的 这个宜兰县长林子妙他怎么讲 他说没有安全就没有商转 为了45万的泄民 他是反核四 这个态度当然跟这个国民党中央 所谓朱立伦讲的 说四项这个公投案 都要同意这样的态度 当然是不一样 我们要请教一下杰明哥 他自己喊说 四个公投都要投同意票 但是现在呢 就是地方的首长出来反对之后 他现在又说 没有我们国民党 其实只有两项公投是我们提的 其他就是尊重民意 这个是在切割吗 这个政党其实非常的不负责任 其实你今天是一个负责任政党的话 你就应该把你所有的 这个四个同意的论述要说清楚 那么我们一开始知道 在不论是在这个总统府前面 或者是他们要派什么专车从屏东再往北走 他们喊的是什么 就是四个同意 他们没有喊别的这个任何的什么 只有两个同意不两个不同意 没有 他们坚定说四个同意 这里面其实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就已经看到 这个内部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呢 其实在很多的年轻的属于北部的这些 我们说的民意代表呢 其实对于核四重启 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的民意交代 我们讲白了一点点 你今天在台北市喊一句话说 离我们距离大概只有二三十公里 四五十公里 一个地方有核四 你觉得台北有什么看法 那更不用说基隆要选举 基隆很多议员要选举 基隆现在要拼基隆市长 然后呢 再离这个基隆市很近的地方 有一个核四 那更不用说了 新北市你怎么来这个投票呢 我们讲简单一句话 今天只要任何新北市的议员 国民党议员站出来 我们说这些议员 你就是要同意核四吗 你就是要让新北市旁边 有个卫爆弹吗 你说这些议员敢说什么 虽然他看板都不敢说 他们反核四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严重的矛盾点 也就是说一开始 其实江启臣 就给了朱立的一个大炸弹 因为是当时江启臣 反萊猪是江启臣去提的 这个公投榜大选 也是这个江启臣来提的 现在朱立人遇到这个问题 左看右看 而且你知道最近 被拉出一个讯的信息 你知道吗 曾经朱立人是叫做 反核四大使 曾经有拍出画面 那时候朱立人笑 那是新北市担任市长 有人问他说 有关核四的部分 他斩钉截铁 那时候还蛮帅的 头发还蛮多的 对不起我这样讲蛮直接的 他又说一句话 没有核安 没有核四 怎么自己开始 打自己的嘴巴 其实我们现在检视 朱立人的时候 朱立人很麻烦的事情 他很难跟他以前所说的事情 来把他这个勾勒起来 其实我们这么讲一件事情 因为为什么核四这个议题 他先要切割 第一个 在这个桃源一北的 这些民意代表 包括蒋万 要不要出来表态一下 蒋万现在也不敢讲 蒋万怎么讲 也是萊豬 因为就能这么说一句话 蒋万如果你同意 这个核四的话 核四搬到你家门口 你怎么去面对这问题 他是要台北市的选票 所以蒋万现在很尴尬 所以一个桃源以北 如果再继续发酵 这个核四效应的话 对他们说这是一个灾难 所以现在朱立人 已经骑虎南下了 那另外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我们在全台湾来看的时候 发现到原本 原本我们说早期 就核四的这个同意 同意的比例 是有高于这个不同意的 但是这两周 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了 那原本很多年轻人 都说我要同意核四 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 万一这核四出了问题的话 我们下一代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风向已经开始改变了 慢慢的这个反对核四的 已经超过同意核四的 而且很重要是什么呢 我记得曾经 这个有一位 这个就是严清彪先生 那时候朱立人打算要参选 2016年的总统 那严清彪曾经讲这么一句话说 朱立人 至少可以拿三百万以上的 就是额外增加三百万以上的 女性的投票 因为人这个斯文 高帅 高富帅 但是问题来了 现在这个反核四 民调出来 朱立人一定傻眼了 他的妇女票呢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 女性反对核四比例 已经快速的增加 因为双方已经开始正面攻击了 所以他左看糟糕了 我桃源以北的这些 立法委员的选举的人 市长的选举的人 还有这些议员的选举人 每个人都是毛骨手来核四下来 我怎么表态 同时间呢 他也让侯友宜很尴尬了 因为侯友宜在议会一直被围剿 我认为哪天侯友宜不小心 突然之间就说出心里的话 核四不要来 他现在忍住没有讲 我相信侯友宜也会继续忍住 但是他也不会说我要投同意 当然啦 反过来一句话 你要不要投同意票呢 所以这件事非常尴尬 那你现在以这个朱立伦来说 二零二二这个地方选举的重要 基隆国民党觉得有机会 台北市国民党也觉得有机会 桃源也是五五坡 这可是朱立伦很重要的一站 如果这三个地方 因为这核四发这个效应 到时候我们就贴一个 国民党任何的参选人旁边 说那画一个箭头指 他支持核四 我在想 你怎么选得下去啊 所以非常尴尬 所以他现在又改口了 说这个他只是支持莱猪 跟这个支持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公投党房大选 所以已经这个角色 非常非常微妙 朱立伦已经面临到一个问题 是如果他在继续支持 核四要重启 问题更大 而且最近我们媒体已经开始 重新披露核四的状况的时候 我冒冷汗啊 其中我觉得最精神的画面是那个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海水去冷却潮嘛 然后呢 最近的画面是 没有下雨哦 雨没有下哦 只有河水冷却潮 前面已经变池塘了 然后更有更多画面是 那个墙壁啊 竟然出现了用瓶装里面装的是 Uring就是这个 我们说排泄物 那这些问题不断地 暴露在这个这个当中的时候 你让所有的选民看到这件事情 国民党在支持一个 完全没有完工的核四 国民党你在干嘛 但是我必须说句话 朱立伦某种程度 已经被马英九给绑架了 因为毕竟马英九的声量很大 我的风唇是为了重启 那你朱立伦该怎么说 所以我们说这核四恐怕会是 四个不同 就是民进党四个不同意料 第一个已经被掀牌的 就是核四 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往上 往其他的这个投票来做发酵的话 他们会很麻烦 我们再举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就讲莱猪好了 你知道反莱猪 在这个三个礼拜前 我看那个民调 我心里想完蛋了 因为连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要反莱猪 我想糟糕 这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那时候最高比例是70% 比上20% 现在对不起 最近民调是罗志强做的 已经低到只剩下58% 是这个反莱猪了 所以当大家把这个理论 讲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那核四会不会反核四 就是我们说的反核四的效应 会不会是 押倒朱立伦四项公同的一颗稻草 我认为朱立伦现在连晚上睡觉 都怒了一蛋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转个弯呢 就说这个我们不同意好了 这个为了大家的健康啊 人民的健康 早想安全啊 这个很重要 这样是不是能够知错能改吗 朱立伦主席 你已经听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呼喊了没有 这么美好的声音告诉你 悬崖了嘛啦 不要再玩下去 但是他很难 可是他心里知道说不行 他还是要继续往前冲 那我们这样讲 我相信明天新北市的议会一定会针对宜兰县长已经表态了 要求侯友宜一定要表态 而且我认为新北市的国民党的议员一定不敢讲话 因为宜兰是那个最夸张的是国民党的议员去问 我觉得那画面很好玩 他原本是希望从宜兰县长的这个嘴里说一句话说 我们其实某种程度是不是可以支持核四重启 结果他一开始散麻含蓄的说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四 结果这个议员竟然 这个国民党议员竟然不知道 其实他的县长已经踩刹车了 还继续问下去 那你到底要投同意还是投反对 那你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林志庙是要拼去连任的 民进党都已经提出来 和宜兰离这个核四非常接近 那你觉得林志庙敢讲说同意这两个字吗 就被国民党的这个议员给逼急了 只好说一句话 我不同意 重启核四 我的妈呀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新北市议会下礼拜 一定很精彩 很多的这些国民党的议员也不敢作声 但是民党议员一定问 你们林志庙是已经这么的勇敢的站出来 侯友宜你不要躲 那这件事情会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很可能 接下来也很可能是 基隆市的国民党的民党议员也会问 基隆市未来的这个候选人 我们知道现在他还是招总就厉害 也会问他表态 你要不要支持 所以这个问题恐怕是越烧越大 我认为在这一波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民党重启 针对这个四个 四个东方不同意 台湾更有利 其实已经慢慢呼喊出大家真正去认识什么叫做公投 我觉得很好 但是朱立伦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他今天喊出一句话 核四是开放的话 那四个同意你这个怎么那个大车子上面都已经打出四个同意 你到各个地方的演讲都是四个同意 那少一个同意 那其他三个你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现在连藻礁的部分 现在藻礁这个所谓的反对在藻礁上面盖三接的人数 也慢慢在减少当中 所以他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我们认为下一个很可能会被扭转的部分 很可能就藻礁 到时候你因为我这样讲讲白了 朱立伦将来他说他选总统 我认为他选不上 万一选上的时候 他你知道选上那一年台湾就缺点 他选上那一年那一年台湾就停电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让整个 整个国民党似乎已经很难堪了 但是他今天讲这句话说 我其实只有支持两个人 某种已经呼吁主持人说法了 我其实核四跟这个藻礁 我们现在还是在反乃猪 所以讲完风向是最对的 他马上说我只有反乃猪 因为这个情况下继续发酵 国民党会情何以堪 好地方民意的压力之下 国民党的首长不得已就必须要表态 他们是反对核四重启的 到底地方的民意有多强烈 休息一下稍后待会继续来讨论 台湾更努力 凡核四重启 苏贞昌端出兰怡的县市长上阵 副总统赖清德也接力同场助讲 强调核四有安全疑虑不能重启 外界关心的莱猪跟三阶藻礁议题 赖苏两人更详细解释 一方人不让台湾的农山去中国台楼 这段时间我们中国台湾的农山 迷迷很大洋 小到北米酒去呢 这些人又重吊了 我们的名字就好 我们刚刚刚合作在台湾这个国内 民进党立拼四大公投案 副总统赖清德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六号南下台中 分进合集联办四场 从早上海线大甲收场后 紧接着到下午的北屯区 屯区赶场 傍晚还要到西屯区开奖不停歇 这万年来通过对台湾电众派对台湾 台湾就要走回头路 不可以用截 不可以用截 那你以后跟两票是怎么办 四个投资不让国民党再乱下去 好 执政团队 府院党动起来 要用四个不同意迎战四大公投案 四大公投案呢 国民党呢 是希望说他们的选民啊 能够都出来投下这个同意票 而且甚至呢 把剑指行政院长苏振昌 说这是个倒阁公投 不过呢 现在光是核四公投案 党内就有县市长呢 明确的表态说 不能够支持这个核四再度的重启 我们来听听看地方的意见呢 请问一下宇恩议员 选区离这边最近 那地方的选民是赞成重启吗 有人这样讲吗 我们新北市 包括合一场合二场都在我们这边嘛 这个合一场在石门 然后合二场在万里 两个不超过一公里 那接下来合四场呢 要再共聊 那其实地方对于这个核电厂的 这个声音其实是非常反对 因为过去我们整个北海岸 因为核电厂的关系 它有禁线件 我们先不讲安全好了 就地方发展 因为核电厂的关系 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因为它周边都要画安全的范围 然后整个禁线件之后 整个地方上面 它连农田都没办法跟着 在附近的农田 它都要变成是核电厂用地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核电厂对于一个地方 抑制它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市议会的总质询呢 就是每一天的总质询呢 每一位议员都很关心 核四要不要重启 但是可以从这个 从以前朱立伦到侯偶仪 其实他们的立场都是很模糊的 那甚至是朱立伦以前是说 这个有他在任的一天 就不可能有核四的商转 到现在他想要来投下这个核四重启的同意票 那好 持续到了侯友宜任内 侯友宜他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模糊 包括他第一次讲说这个公投式秘密行为 笑死人了公投式秘密行为 这种话身为市长怎么可以讲呢 你看看到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这个宜兰林芝庙 他们都反对这个核四 而且也反对核电厂在他境内 他的辖区里面来兴建 那更不用说 这个是新斐市的第三座的核电厂 而且这个新斐市第三座的核电厂核四呢 它的一号机呢 超过七年的市转都没有办法通过 然后这个二号机的这燃料办 也都运回去美国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地方上面就连国民党的议员 都不敢说我支持核四 第一方上国民党议员都怎么讲的 大家都只有提核四 大家不太敢去提核四 就像核友宜他也公开的说明 就说我反核四 可是他不敢公开的说明他反核四 我觉得这个市长在挑议题 在市值挑软的词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态度 其实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 那其实每一次的这个议会的咨询 每一个人就是左边右边问 上面问下面问 大家就是重复的问 一样核四重启的议题 那他也提到不应该摆在人口稠密的地方 核市长有这样说 那你是要以北海岸来讲 还是以全新北市来讲 甚至是以全台湾来讲 大家都知道福岛核灾 发生核灾事故的时候 那个远在250公里外面的东基 东京它的辐射值都超标 那今天如果是北海岸核四场发生任何意外 不要说核四好了 核一核二发生任何意外 那个整个辐射值最远都可以到屏洞 所以说人口稠密如果是以台湾这个岛来讲 是绝对符合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北海岸的整个地形 包括我们也是在这个三角断层的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点 然后还有最密集的是整个台北市 台湾其实都很密集 没有一个县市首长是想要核电厂放在自己的县市里面的 那今天侯友宜这样的模糊的态度 我觉得他个人是有一些 包括政治的考量应该也是有的 因为他也会去思考说 国民党包括马前总统他也是支持核四的 那甚至他们会去提到说 他们提到说513 517的大停电 台湾不能没有核电 那我觉得这东西整个能源的配比 是需要政策性的论述 包括这个能源这个配比5比3比2 天然气 煤跟再生能源 那这个整个进排放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目标 还有2024的非核家园 所以其实在北海岸 所有的居民是非常认同 要这个核电厂要2024非核家园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核废料 核废料其实地方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核废料的概念 核衣厂关我们核衣厂 其实它整个室内干除的这个 这个储存这个核废料 其实它就高达一公顷 那这个一公顷它可以放几万吨的核废料 那个几万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 就是说它提供 虽然说它提供了这个发电 但是它的核废料光是中期 就是短暂的储存 就是说因为我们最终的储存厂 国家还没有找到一个位置 光是放在石门就要40年 那你核废料要放在台湾 放在这个北海岸40年 这个民众能接受吗 从民国70几年核衣厂商转到现在 其实已经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 整个北海岸的发展已经受到 很严重的这个干扰 那你核废料再40年 所以其实这个等于是将近100年的大业 那整个北海岸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 而甚至是以前 我还有听人家讲说核电厂的这个员工 他们有一个那种侦测辐射值的一个机器 那他们那个机器 他们俗称叫豆子 他们说那个豆子啊 进去就会一直嗶嗶嗶嗶嗶 那而且重点是 我们如果要进去核电厂参观 他们会先请你签切解书 如果你是有怀孕的 他们不让你进去 那如果说这么安全的话 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为什么不能进去 所以可以见说说这个核电是有一定的风险 跟安全的疑虑 那大家都不希望任何事情发生 每次只要一有新闻 包括之前的这个 核一厂的这个高压电的电塔一倒塌 大家就想说糟糕 那这样子用电会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核心跟燃料棒会不会爆炸什么的 那大家其实都会很无限放大 对那这个就是因为核安这件事情 大家不知道说是明天先到 还是意外先到 所以在我们北海岸没有人敢提 我要支持核四重启 对没有人敢提 那地方的选民会很担心说 现在这被提出来这个公投案 会不会真的核四被重启了 而且如果真的这么不安全 然后又重启的话 这危机是不是又更大 地方选民会担心吗 对因为我们核一厂跟核二厂 陆陆续续都在除疫了嘛 那核四厂如果真的重启的话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安全的评估 然后远能会跟台电 他们又要跟地方说明 其实地方就觉得说 这个这么危险的东西 就不要来就好了 那我们就是请政府 再多去论述一下相关的能源配 那核四这件事情 不只是共鸟人不同意 包括这个我们的赖兴德副总统 他也说这个真的是对不起 新北人共鸟人 我觉得这个 侯市长不表态 对不起全台湾人民 包括这个宜兰跟台中人家都说不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新北市要去收第三座核电厂 那执委议员你们基隆的选民会赞成吗 他说离你们有远一点点 那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太远 没可能的事 我想基隆跟新北台北桃源宜兰 就是整个首都生活圈 那范围这么近 你用美国的标准还是日本的标准 都没有人在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距离内 然后要疏散八百万人 这是没可能的事 那我想国民党就是一个没有理念的政党 刚刚杰明哥有提到朱立伦2015年的时候 国民党朱立伦还是反核大将 反核大将 然后现在他也曾经说过 他在新北市长任内的一天 就没有重启的一天 他现在不在新北市长 他现在不在新北市长 所以他们是一个没有理念的政党 现在包括侯友宜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市 这个卢秀燕也是没有核安就没有核市 林芝妙昨天也许他不小心讲出来说 反对核市 但是基本上国民党的县市首长都非常 尤其是你的两员 新北跟台中现在民调排名在前面的大将 都是没有核安没有核市 你要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 都是没有核安没有核市 所以朱立伦现在进退两人 他才改变了这个 他的这个论述 他现在只讲莱猪 核市是1999年动工 1999年动工 然后盖一下停一下盖一下停一下 共疗人就在抗争 40年共疗人抗争40年 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议题 所以赖副总统才会提出来说 核市如果重新商转 对不起共疗人 对不起新北市的人 对不起台湾人 这个抗争的这么久 一直到2011年 日本发生的这个核灾 福岛核灾的这个意外 整个全世界还有甚至台湾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政府开始正视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是马英九总统将一化行政院长任内 把核市停下来 然后现在国民党原本的论述搞不清楚 然后现在又说要重启核市 马英九还是一个最佳助选员 对我们民进党来说 他说核市当初封存就是为了重新开始 这个在我们这个网路大数据的这个民调上面 马上他讲完的隔天 大家开始注意反核市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想朱立伦这两天的改口 其实是真的是有他的这个 他们都是经过政治算计了 22年 所以赖清德总统说 赖清德副总统说 核市搞了22年 是古董车 还是拼装车 东西都已经不见了 团队都已经解散 蓝料棒已经送回美国 现在讨论这个旧瓶双装新酒的议题 然后把它打成是对蔡英文 对苏贞昌的这个同意或是反对票 这跟执政党其实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已经既有的台湾政策 我们就是必须走向非核家园 所以国民党 你现在说不要合适 还是你要合适 讲不清楚 然后你也反对这个三阶 所以你要你同意马英九总统的232公顷的三阶 不同意蔡英文总统的23公顷的三阶 你不要天然气 你不要蓝莓 你也合适说不清楚 所以国民党是不是原来他什么都不想要 这是一个没有理念的政党 所以我想我有一个心里话要跟大家说 一个政党跟国家利益 如果政党把自己的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 这个政党不值得大家来尊重跟支持 现在一个民主社会必须 所有政党都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 这才是对国家负责任 对人民负责任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好为大家整理一下 北部几个县市长对于这个核四重启的态度 先来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是表示说公投就是民意的展现 一切都要以民意选择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说重启核四是困难重重 所以他投反对 那么地龙市长林又昌是表示说 重启核四这个是不符主流民意的 依然县长林姿妙昨天也讲得很白 没有安全就没有商转 所以他为了45万的泄民是反核四的 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 他怎么说 他说国民党提出来的公投是反癌朱 还有公投绑大选 所以其他两个案子当然就是包含这个核四重启 是民间提出来的 所以是尊重也以协助的态度来面对 但是呢 他在2012年10月的时候 来回忆一下他怎么这样 他在任的一天 市府市民不同意 核四不要想运转 好这个我们要请教一下执行长 这是朱立伦前面的朱市长跟现在的朱主席是不同人吗 我感觉朱立伦真的是有一个位有一个核四 因为我觉得新北市民应该是觉得很难过 当初他在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为了新北市的市民健康着想 那不愿意重启核四 但是他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权力核心 为了他的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 他想要再重启核四 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 侯友宜说了 有核电才有核 有核安才有核电 那如果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的话 就不要想重启核四 那今天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都不想把自己的核 把核废料摆在他自己的 自己的新北市里面 那我想请问 那这些核废料你要怎么处理 要放在朱立伦你家吗 那还有就是说 有关于在林芝庙的部分 那我就不再多说 因为他在网路上面闹的笑话太多了 那但是他这次终于讲了一句 正常人讲的话 是真心话吗 还是不小心讲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 那就是不小心被问出来 他讲出了他的心里话 那的确 如果假如说一旦重启核四的话 要知道新北供僚距离宜兰 最近的地方是哪里 头城 头城距离新北供僚只有八公里 那这八公里这当中万一要是 就像赖副总统讲的 核电 核四的部分 它是老旧车加拼装车 一旦要产生核灾的话 宜兰人要跑 跑不了 不光只是宜兰人 对 太近了 不光是宜兰人 包括新北 包括台北市 包括基隆 甚至讲难听一点 像福岛核灾 它的辐射射程这么远 那甚至屏东高雄都有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林芝庙他都愿意 就是站出来 替宜兰人 那保护宜兰人的生命安全 还有立委陈欧珀 还有宜兰市市长江冲 抱歉 江冲渊 他们都赞成林芝庙的说法 那我想请问朱立伦 你凭什么 凭什么去重启核四 为什么要去鼓励 重启核四 这项公投要统一 另外就是说 其实核四跟三阶 其实是相关联 因为蔡政府 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天然气 天然气接收站 三阶的部分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在2025要成立非核家园 那势必我们三阶一定要再成立起来 那三阶的话不要以为说 三阶真的是会危害藻礁到什么样的地步 因为不要忘了 马英九的232公顷 我们到蔡政府已经缩到23公顷了 我们要的是所谓的非核家园 我们要减少燃煤 减少减碳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请问 你要知道北部有15%的电 都是由南部来发送 那如果假如说你还要再重启核四 那如果不接受三阶的部分 那我想请问你北部电的缺口要怎么办 那既然我们要把核四给关掉 就势必一定要做三阶 这其实是相关联的 所以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就是说 核四不重启 那三阶不迁离 也拜托宜兰市的市长江从渊 还有我们的立委 陈欧珀 还有我们的林芝庙县长 那大家一起来呼吁就是说 核四不重启 三阶不迁离 朱立伦的这个四项公投之战 除了这个核四党内的意见非常多之外 而且恐怕林芝庙不是唯一的一个人 接下来可能陆续出现 那么另外呢 在反莱猪公投上 那么事实上 国民党内也有一些不同意见 像是这个朱立伦自己人 就是他党内的国际部副主任 也很坦白说 如果呢 去反莱猪的话 可能会对台美的贸易产生一些问题 到底怎么说的呢 稍待一会我们继续来讨论 好 国民党最近像是集体团购了 诚实豆沙包一样 即林芝庙呢 他讲了说 宜兰是这个反核四 那么另外呢 国民党国际部的副主任黄玉京 他日前在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也说 如果呢 反莱猪是可能影响台美贸易的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 其实国民党推出了这个反莱猪公投 但是呢 他们自己的党的干部 却这样说 说反莱猪可能影响台美贸易 那么我们就要带您来看了 事实上这段时间呢 我们的这个官员不断地告诉我们 说国民党开放莱牛 但是现在呢 反对莱猪这是很矛盾 这是苏贞昌讲的 他说国民党一直反对 这会锁死台湾没有办法加入CPTPP 那么经济部长王美华也说 我们呢 现在因为我们想要加入CPTPP嘛 那么现在是被挑的 如果呢 公投过关的话 导致莱猪没有办法进口 这恐怕不符合CPTPP的标准 就会重伤台湾 那么国民党跟民进党 当然有一番的这个争论 那么国民党国际部的副主任黄玉金 就我们刚刚讲到 他说台湾政府没有让莱猪过关 就会影响台美贸易谈判 美国贸易总署 不管台湾是哪一个党来执政 就是希望开放莱猪 我们要请教一下宇恩议员 国民党的这个干部 是不小心讲出了真心话吗 因为其实莱猪 它的那个最低的容 这个最高的容许量 其实都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那如果你要这个符合国际标准 你却不与世界接轨 这个当然会影响这个台美的经贸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莱猪的议题 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 日本在进莱猪的时候 他们的处理方式 那因为我们国内是禁止瘦肉精 禁止莱季的 所以其实它对于市场就有 很明显的区隔 就是说包括这个我们的台湾猪 跟国外的进口猪 它的这个莱季 就是等于说 你只要是要买台湾猪就绝对不会有莱季 那这个在市场上的区别 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接下来再来的是 这个会有这个产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明 就是我们现在买任何猪 都要著名产地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在日本 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与世界接轨 去重启他们日本 跟美国的经贸谈判 所以相对于我们台湾而言 我们也可以采用一样的方式 那进口牛进口美国牛其实已经九年了 那美国牛的进口 其实占我们台湾的市场 但是美租只有占 这个市占率只有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国民党以说我们台湾不吃牛 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去说 这个一定要进美国租 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们反而吃更多的这个美国牛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如果要与世界接轨要开启这个 包括ECFA等等其他的很多的协议 那对等的包括我们要销售农产品去美国 然后还要跟美国买武器 然后等个国际的接轨 跟对等的贸易的情况之下 在没有任何这个科学证据 证明来际是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国际的接轨 势必是一定要进行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美租这样子的议题 对于国民党而言 当然他们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不要人民吃到毒株 但我觉得讲毒株这件事情 也不尽公平 所以承认这个反来株的影响国民党 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说 这个绝对会影响台美的经贸的谈判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党内也出现了很多的杂音 就包括他们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些 国际部的这些主任也说了 真心话说一定会有影响 甚至他们甚至批评说 美国又没有加入CPTPP 为什么甚至是指在这个行政院跟经营部部长说 你们这是乱讲 那其实事实上不是 因为所有加入CPTPP的国家里面 他们都有开放来租进口 所以我觉得再一次的就是说 未来我们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越来越高 我们要加入更多更多的国际组织 让我们台湾这个国家 可以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的话 这个对于整个世界的开放 我们不能锁国 我们一定是一个对等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要有这个决心来解决 这个国际贸易的困难 我们希望不进口到中国 我们还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进口 包括我们的农产品进口到北美国家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莱猪议题 演变到今天 国民党就是做一个政治的操作 他就是操作一个意识形态 我就是对你苏贞昌不信任 我不管什么我就是反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操作 其实对于整个民主国家的进步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莱猪这样子的议题 我们民众还是要想清楚 就是我们要接轨世界 我们要接轨贸易 台美的这个贸易的这个经贸谈判的重启 是绝对有帮助的 他既然知道说 反莱猪可能造成的后果 那却硬要推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是不是摆明了就是政治斗争 他就是为了他这个年底的选举 在做一个前哨战 他想要先把这个山头先攻下来 那之后直进这个县市首长 或者是甚至是到2024的这个总统选举 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这个前哨战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很明白 他就是在做政治操作 那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成功的打响 台湾可以好这个名号 然后甚至是整个国际贸易 包括东欧北美 然后南美 甚至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的这个经贸的能量 所以我们如果说未来 真的要跟中国脱钩 这个谈判这个莱猪协议 这个重启贸易的这些谈判是必要的 好 1218四项公投的下一站 其实就是台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现在呢民进党已经确定征召林静怡 那么国民党这方面呢 是人选难产呢 还是就是正在暖身的严宽恒呢 最新的局势 我们稍待一会儿继续来讨论